猎王记下第21章 又为巴黎祝坛做亚瑟拉相 效法以色列王雅哈所行的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殿语中祝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祝坛 并使他的儿子经火 又观照用法术立交轨的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相 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众之派中 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 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 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却不听从 马拉西引诱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之说 因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 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将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而明 我必用梁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加的线陀 拉在耶路撒冷上 必擦净耶路撒冷 如人擦盘将盘倒扣 我必弃掉所余生的子民 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 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我的怒气 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使犹大人陷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马拉西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马拉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公院乌撒的园内 他儿子雅门接续他作王 雅门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 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 雅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他父亲马拉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 敌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雅门王的臣仆